今天我们会把多一个力带进来呢 那就是Friction Force 摩擦力 我们是讲Friction Force 那我们在课堂上的话 可能就会写成小写的F Friction Force 小写的F 摩擦力 那摩擦力的话 先稍微介绍一下 它的概念就是和你思的力反方向的 那我们这边讲水平的嘛 那水平的话就是它施加的这个力 如果是往左手边的话 那我的Friction Force 就会出现在右手边 那往后我们解题比较复杂的时候 Friction Force 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方式 那我现在先稍微介绍一下 它其实就是简单的 跟我的作用力是相反方向的 那如果把我的那一个 Free Body Diagram 受力图画出来的话 那这个是我的F咯 大写的F往左边 然后小写的F往右边 那通常同样都用F的符号 大写的F是代表我的作用力 F1 F2 F3 那小写的F就可以表达我的摩擦力 小F1 F2 F3 好那还有另外两个力在那里 那一定有的咯 这两个 只要它是跟有它跟地面接触 或者是它摆在地面上 那它就会有两个力产生 第一个就是我的W 那这就是我的Fn 好这是大家写的F 那今天的受力图长这个样子 OK所以如果我们开学回来后 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练习化受力图Free Body Diagram 那这边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哎我要讲的受力图长这个样子 今天这一个Free Body Diagram 是这个情况 好那下去的话我们就开始看 今天要介绍东西了 好那跟我们之前讲的上一堂课讲的东西 那如果我去推动它 呃往左边推动 那可以-100牛顿 所以往左边推咯 一方向我放 呃右手为正左手为负 所以我的力是-100牛顿 往左手边推 那我Frictional Force就是100牛顿 那如果同学还有印象的话 你你会记得啊我们讲过的那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叫做F等于 M A 那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在推了 他这个人偶已经在推着这个 呃质量的东西这个这个物体 但是他有动吗 很明显他没有动吗 为什么没有动 OK那我们看这里讲的F啊 OK讲的就是Resultant Force OK或者是Submission F 或者是Net Force 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我们不能写F罢了 我们这可能会放一个 呃这个符号叫Submission 或者是Resultant Force 等于M A 所以这公式如果我们要应用的话 我们要清楚怎么应用法 这里讲的Force 其实是Resultant Force 或者是Net Force 作用在物体上的合力 所以这边 就会介绍两个力了 一个叫做作用力 一个叫做摩擦力 所以那我们把F带进来的话 OK F是-100 然后我的这个摩擦力是-100 然后我的这个摩擦力是-100 好 M是-100 OK那同学你看呢 呃这个-100跟-100的话 你方向要注明清楚咯 因为我左手为- 所以我就有-100是我的作用力 然后-100是我的摩擦力 那这样子加减发现到什么 我的F竟然是0 OK 0的话 那我的A就多少 我的A也会是0 那A是0的话 代表它就是静止咯 或者是元素 那这个情况它是静止的 所以它已经在推动了这个物体 但是它没有动 因为我的A等于0嘛 好那我们如果要给它动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的作用力一定要大过我的摩擦力 好那我们试看一下 作用力大过摩擦力 好那我就给它放成-100 呃-200牛顿 OK 呃 那我们的这个摩擦力 稍微小一点 好同学可以看到它在移动了 OK 因为我的这个转块跟参照物 改变方向了 那我们再解题多一次啊 那我们再用回Submission F 这个等于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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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ission F的话一样咯,我左边的力是-200,然后加我的摩擦力是100,等于我的质量是100 OK,然后我要开始表演了 OK,好,那这个是我的A 好,那我们做稍微简单的计算的话,我们拿到A就会等于-1 MS-2 OK,复1就是往左手边去,OK,好,那,呃,要花多少秒的时间达到那个情况,可以多少秒 那我们上到A年复1嘛,那需要花多少秒的时间达到我的末数是40,那我们就代公式了,A等于 V-U-T A是-1的话,等于 V是我的 40 V-U-T 好,那算出来提点40秒咯,跟我们之前解题的话也是一样的概念呢,40秒它就会达到这个效果了,那同学会再注意到一个东西,就是 就是,我按play过后,我会发现到速度慢慢的慢慢的下降,那为什么会下降,因为有一个力还在作用在这个物体上,那这个力要做摩擦力 所以你看我摩擦力是像U的,OK,那这个力就会让它慢慢慢慢的静止,OK,慢慢慢慢的静止,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物体最后会静止的,因为它有摩擦力嘛,那为什么我不会继续往前呢,因为我的作用力已经被拿走了,如果同学稍微有注意到的话,我的 左手边的力已经消掉了,也就是它达到40m per second过后,我的力就被拿走了,那还有没有力作用在这个物体上面,然后有的,那什么力,那就是我的摩擦力向U咯,所以为什么这个物体最后慢慢慢慢的变成0,因为我的摩擦力存在嘛,所以我们就会再做多一次,我们就拿100,OK,好,我们就会写成,呃,一样啦,我们拿submission F 等于ma,然后因为我的这个合力已经没有作用力了嘛,只剩下摩擦力,正100,等于100,除a,那我都要a,等于1ms-2,什么意思,正什么意思,正的话就是这个方向,OK,正的话就是往这个方向,所以,这个物体就会往这个方向,所以,这个物体就会往这个方向, 做加速,或者是做减速,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套回去的话,会发生到,哎,这物体最后慢慢慢慢变成0m per second,然后就停止了,所以,它还是有在运动的,但是这个运动的力持续在上面的是摩擦力,摩擦力让它做这个运动,所以,呃,这个就是,摩擦力的意思概念啦,那我们,在初中每次讲,哦,摩擦力摩擦力,那什么是摩擦力,那摩擦力 可以简单定义的是,阻止物体继续运动的一个力,那这边是简单介绍摩擦力罢了,那往后我们还会再,呃,细讲,哎,摩擦力是什么,它有分为几种,OK,好,那今天的解题部分到这里, 就这样就是,走到这里,点头部再说,走到这里,然后,到这里,看这个视频f幕也会更加 poisoned, 就是, picking on the end,我就是这样,然后我想到, 다시看整比如说,